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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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张将 是你招来的吧 他有所行动了 挺快啊 果然是你 是我 你让人将我带往边境 想撵我出星途 我只能告诉张将 如今恒安内乱纷争 他只管大胆趁虚而入 当年你父 谋反失败 牵连家眷 娘亲被逼入宫 成为郭太后的士逼 受尽侮辱 受尽侮辱 最后还不是当了妃子吗 他没有选择 他为了活着 他凭什么活着 他为什么不去殉葬 丈夫死了 他若是真猎女子 就该跟丈夫一起去了 还有脸成欢 敌主 生下你 十三 十三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知道的 我父亲死了 家也没了 我一个人苟且偷生 当我得知你出生时 我心里是很高兴的 我所做的一切 固然是为父报仇 为他夺回江山 但也是为了你啊 你这么优秀 你比齐燕安王都要出色 你才是大幸之主啊 而且你忘了 文宗写过遗证 要传位给你 你才是正统的帝王 齐燕他们都是乱臣贼子 对 袁东 在 你们可以出发了 十三 他没了武功 应该不会再逃脱了 什么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千不该万不该 引炉从作乱 无知疆土不容践踏 无知家园不容侵占 无知姓氏不容玷污 你这个畜生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我不会原谅你的 外面多了好多侍卫 看来仇子良也担心 陛下有所动作 意料之中 那怎么办啊 没有陛下的手谕和兵符 李大人要如何争调兵马 就算有朕的手谕和兵符 也未必有用 可是那起码名正言顺啊 小之以情 幼稚以利 此即可行的 陛下您笑什么 最近 林笑的次数好多啊 跟你在一起开心 开心随小 都什么时候了 来 月儿 拍朕躺一会儿 这 这什么这 那我就勉为其难 陪您躺会儿吧 月儿 你真的想帮朕吗 当然了 但有一个办法 恐怕你不会同意 我同意 不管您说什么 我都会同意的 真的吗 嗯 真的啊 那你走吧 那你走吧 你说什么 离开朕 离开恒安 我不会同意的 唯独这一点 我不会同意 我不会离开陛下的 寒定至今不知生死 我走了 您一个人怎么办 我走 但绽放可平 百姓可活 我来 这个丞心 真是个不安分的种 是 他这一招太划了 等于将大人 齐燕和咱们 全都在此 拖入了生死局之中 咱们要做点什么 不 用兵打仗非我所长 与其班门弄斧倒不如 静观其变 这个神医的底细查得如何了 查到了 他姓吴 奉行人士 无亲无友 截然一人 十年来游走四方 到处行医 不在乎其变 就活过很多人 他说 其变没救了 他是这么跟大人说的 有意思 什么 幼居找来这么个人 就醒了原本不会醒的原醒 咱们神机妙算的右相大人 知道吗 应该不知道吧 若他不知道 他是如何提前准备好 佛剑孝的 在原醒醒后 神不知鬼不觉的 又他改了口供 这个神医 难道是 连藏旗营的右相 都是光王殿下的替身了 区区一个神医是右相的人 又有什么不可能 陛下伤势如何 你选的那个小丫头 自知过人 令我刮目相看 陛下死不了了 接下去 我该怎么做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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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卢从之乱平息后 然后再启动我们的计划 十年了 我一直在等待 师兄 对不起 我很惭愧 我真的 不想离开您 玉儿 你听好了 你 你发誓会听智能吗 二 战火弥漫 会死很多无辜的人 三 朕答应你 一定会成到你回来 杨玉儿 来 哀家倒要看看谁敢阻拦 太皇太后 参见皇祖母 您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你们一个两个全都瞒着哀家 是不是觉得哀家老了 不用了 这么大的事 这么大的事 若非则您告诉我 哀家还不知道呢 陛下 你如今一身的伤 可怜我的荣儿 邱子梁那老贼 他是想要断了我们骑士的根呢 是 皇祖母请慎人 哀家就是要说 怕什么 反正戎儿已经死了 你也要死了 哀家也不想活了 还请皇祖母别生气 您这是做什么 是 贱婢 都是你 若不是你 陛下也不至于受伤至此 可是这些 也并不都是鱼儿的错 看看看看 到现在你还护着他 哀家都听说了 你是为了救这个贱婢 你才受伤的 你可是九五之尊哪 只能他替你挡剑 你怎么能替他挡剑呢 鱼儿也保护了朕呢 但是哀家看到的 是他活蹦乱跳 而你呢 哀家的孙儿 却站都站不稳 太皇太后说得对 奴 罪该万死 孩子 还在吗 没了 那你还留着他做什么呀 还不请出宫去 滚 是 皇祖母请息怒 鱼儿他身受重伤 现在需要好好地静养 况且朕的身边也需要一个人服侍 请皇祖母开恩 可以照别的宫女服侍你 这个程若鱼 哀家绝不允许他再留在陛下身边 你还有脸留在宫里吗 鱼儿 颜儿 你还要让哀家操碎心吗 但你再无其事 你还要不要 会坚强 你还要不然 这位置 nei 你会让你追川的旅程 要不然 你ию 你被追川的主书 你的二侠 你没有生命 莫顾宇 太皇太后迁路于你 要将你撵走 您别赶我走 傻瓜 朕怎么可能赶紧走呢 听话 你要是这么 这么哭下去的话 朕会很难受的 鱼儿别哭了好吗 朕之所以让你这么做 朕知道 朕的安危 对鱼儿来说是最重要的 那是因为朕是大兴之主 既是大兴之主 就要对得起这个位置 此一局的第一条规矩是什么 无心如煎 陈恶出现 无剑如心 胡过中军 好 所以 朕要你的忠诚 可有异议 可有异议 鱼儿你被撵出弓后 秋子良 必会派人跟踪你 你很危险 但朕相信 你一定可以化解这所有的危险 我会解决 因为我还要活着回来 你只要活着 朕就能活着 为了让陛下活着 我也一定会活着 我们一定都会活着 我们一定都会活着 嗯 你来得正好 把你的功带回去 功就在哪儿 你自己拿 陛下 你这又是何意 皇宗嬷嬷 皇宗嬷 皇宗嬷 您敢走一个 朕也敢走一个 这样才公平 不是吗 郭太后 把小杂鱼赶走了 回大人的话 高公公是这样说的 怀疑其中有诈 郭太后表面上不显 实则很疼爱奇艳呢 再怎么讨厌陈若瑜 也不会在这个时候 强行 拆散二人 真相就是 小杂鱼 要出宫必有任务 对吧 看来还是不死心的 乱七 你 我是说程若瑜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你说我吓得烂 你是指 郭太后敢小杂鱼出宫的事 一个清宫不错 又很机灵的卒子 你通常会派他去做什么 传信 有什么信 需要最信任的人去传呢 秘诏 由此可见 卢从一世 陛下已有对策 他的对策 必须瞒过邱子梁 所以他和程若瑜演了一出苦肉计 送程若瑜出宫 好计 我说啊 一步烂起 我能想到 裘子梁也能想到 程若瑜孤身一人 想要成事 几乎不可能 而我如今又受猜忌 不能轻举妄动 神才君那边安排得如何 先请将领们 各有主意 再加上 自立前往 难以服人 底层兵足 怨声在头 趁热打铁 趁裘子梁 忙于对付程兮和程若瑜 我们的计划 可以开始了 是 静子梁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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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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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如此 大人为何忧心忡忡 大兴可不止神才君一知懂吗 大人担心赵义君那样的地方君 这样 你亲自带兵 跟踪小杂鱼 看他做什么 随时来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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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成美人 深宫半夜 这事大吧 怎么 你是想折腾本宫是吗 是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人 好像是神才军军营的方向着火了 去看看 是 滚 说吧 你到底想找什么 兵符呢 什么兵符 别装傻了 本宫知道在你的手上 交出来吗 你在说什么我不清楚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什么兵符 那你来李德云的府上做什么 我当然是来找李泽宁啊 要不是他跟太皇太后告状 我怎么可能会被碾出宫呢 你当本宫是三岁小儿是吧 邱大人要是不信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继续搜吧 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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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才军兵变了 调火离山哪 今夜宫中兵符失窃 然而陛下的寝宫 唯有成美人 能够自由出入 来人 把成美人带回去 言之 替本宫 好好地审审 是 兵变是怎么回事 你猜 是你安排的 不然如何让你脱身 你都知道了 你的好姑姑隐郎入室 陛下只剩两条路可走 一 调神才军印顶 二 借地方军印顶 而仇子粮断不会交出 神才军军权 所以 陛下只剩一条路可走 嗯 你说的没有错 调兵需要兵符 而陛下被困宫中 需要有人将兵符送出去 所以 郭太后配合你们演了一出戏 把你赶出宫 如此一来 仇子粮便会认为 兵符在你身上 尽全力拦截你 而真正的兵符 早已送到了李德云手中 那你就再猜一猜 真正的兵符 是谁带走的呢 那当然是你的好情敌 李泽宁了 然后再来 再来 我哪要心思吃啊 虽然现在兵符到了我的手 可后面的事情 会更加艰难 爹爹是觉得 调动地方人马不可能吗 不是没有可能 而是 没有人手 人手 这些节度士 个个都老奸巨华 岂是一道兵符能够调动的 想要让他们出兵 必须要有重力幼稚 重压设置 还要 有一个带兵的人来管制 而这个人 实在是找不到啊 这些节目的 平符应已顺利送到李德元手中 不知玉儿是否能脱身回来 希望那个盒子里的东西 能在关键时刻报答一命 有五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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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一 八 三 三 三 我已经告白了 带到你 他有怪我 有练习在带上的愚思 你等待 残忍相伴 情寒情暖 莫让有天的诚谈 将我们这一世 情话说完 你说的没错 我的出现 只是为了吸引 仇子良的注意 而真正的兵符 已经由李泽宁 送去给李大人了 一步烂棋 不管是不是烂棋 仇子良 都已经中招了不是吗 而你也再次落到他手中了 我有护身符啊 而且 我不是还有你救我吗 你对我可真有信心 可惜你错了 你又落到爹爹手里 你又落到爹爹手里 还有机会逃脱 但现在他把你交给我 为了避险 我断不能让你离开 你刚才不是还说 要帮我脱身吗 本事那么计划的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没关系 没关系 我既然选择了此计 就已经将生死 置之脑后了 燕汁 不管你能不能帮我脱身 我都理你这晚情 百度 �儿 你可愿 从此以后跟着我 我可以祝陛下 解决卢从之事 甚至让他坐武皇位 丽大人不再挟制他 但作为回报 待卢从事了 你需要向我投诚 从此以后 令大人不再携制他 唯我所用 我 我 你不用直接拒绝 回去以后 好好考虑一下 我实在是都不明白了 将棋有那么多高手 你又不缺下属 为什么偏偏是我呀 兵族虽多良将难求 而我 十分喜欢你 不能 是 antioxidants 杞 杞 渡 一 震 杞 亏 他手里拿着附陈 丘大人 你就是那个闹事的 是小人 不过不是闹事 而是讨要说法 什么说法 自开春以来 上头一直拖欠我们的良想 深冬了 兄弟们的棉符 都是破的 旧的 家中父母妻儿 还等着我们寄钱回去过年 本宫前几日 还正好吩咐过 给你们家三个月的良想 没有 一闻钱也没有 没有 没有 有钱的没有 没有 有钱的没有 什么情况啊 回头子收拾你 滚 那你究竟要讨什么说法啊 放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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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还有家粮饷 家粮饷 家粮饷 这几年米粮都贵了一倍 凭什么我们的钱越来越少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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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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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留在营中的那些副将 不知道被谁给杀了 谁干的 谁干的 这怎么回事啊 这也是谁干的 还有 兄弟们都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我们只是捆了那几位副将 并没有杀他们 仇大人 事后不要追求我们的罪责 可以 来 你过来 你 闹事者已死 今日之事 本宫不再追究 明日一早 本宫补发 你们三倍的良响 行吗 谢谢大人 来 你 哀 声 声 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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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